快走 快走 追 魏大人要的是熊廷弼 这些小毛贼早晚都得死 也不用理他 熊大人 久仰了 宋大人 你们凭什么勾扬我 就凭你弃城潜逃 又勾结武林败类 这还不够吗 多亏魏大人明察秋毫 将你速速缉拿归案 不然大明江山 岂被毁在你的手里 亏 将军见皇上 你且闭嘴 给我打 皇上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在这里我就是皇上 行了 你们这群燕党 你们的轨迹 我以清二楚 有一朝一日 我要面见皇上 走明你们的真相 这里就交给你了 是 公公 宋大人 我们走 走 公公 把派人打死了 可就麻烦了 那该打也得打呀 且悠着点吧 是 公公 走 你怎么能 千岁大人 熊廷碧已经被抓获 关在暗道地牢里 正在审 把口供兜落齐全了 千万不能有丝毫破绽 大人放心 熊廷碧这次肯定遭全天下耻消 遗臭万年 那是他自找的 啊 哼 躺毙当车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就凭他一人能挡得住金兵的铁骑 笑话 千岁 还有一事 说 卑职在抓熊廷碧时 发现丐帮中有人使用武当剑法 而且相当高明 另外 京师中还有人暗地增援他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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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吧 啊 我们 Economic 你明明授人 不会吧 惊许是弱的 这是武当剑法 武当剑法 看来你们武当是人才济济啊 莫非是耿玉京 据说玉京已经去了辽东啊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敢耽误他 千岁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曾原来的二人 男的必定是我派 谋掌门之子谋一语 至于那女的嘛 应该是昆仑派西门夫人之女 西门燕 而那混在丐帮里的 是武当俗家弟子耿玉京 好个牟沧浪 居然纵容自己的儿子当叛贼 欺杀老妇了 公公 这 这都是牟沧浪搞的鬼呀 可恶 入朝一日 咱家一定要荡平武当 大人说得对 武标听令 在 立即搜捕全城 绝不能让一个叛贼跑掉 遵命 既然事官武当 二位是不是也该出面了 遵命 遵命 玉京 忍一下啊 很快就好了 燕儿 玉京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疼吗 玉京 玉京 玉京出什么事了 玉京 她这是怎么了 他这是急火攻心 失声了 肯定是因为巧儿姑娘的事 燕儿 你就别瞎说了 郑铁岗 你真的是老了 不但害了孙女 这儿还连累了丐帮众多好友和弟子 他们 他们死得冤哪 郑大侠 都怪我们 是我们来往了 郑大侠 玉京 你们都别着急 玉京 你们别着急 等到天亮 天亮我就乔装出去 去帮你们找巧儿姑娘 对 我们一定找回巧儿 都怪我 都怪我呀 我不该叫个姑娘这样 跟着我到处乱跑 玉京 玉京 郑大侠 这个帮助 是你 是我们的 已经到处乱了 我们的 我们的 到处乱共 四十五岁 是就是在那样的 原来是张公公 宋大人 宋大人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我这儿有灯笼 不如借宋大人照一下 张公公 你看错了 什么都没有 我只不过是路过这儿 向小姐一下而已 宋大人 还是早些回家吧 不然卫大人该不开心了 走 好好给你 京儿 醒醒 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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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作梦了 梦到巧儿了 巧儿啊 是我的孙女 她就跟我一样福大命大 吉人自有天相 京儿啊 爷爷做了点吃的 趁热吃点